德国总理默克尔9月7日到访武汉,途经武汉长江大桥时,默克尔下车停留片刻,远眺武汉长江沿岸风光,随后他走进华中科技大学发表演讲,并与青年学子展开互动交流。 武汉与德国多伊斯堡于1982年成为中德之间结交的第一对友好城市。 2015年7月,武汉始发的中欧班列,将多伊斯堡作为终点,构建了一条更为快捷的欧亚货运通道。 默克尔表示,如今很多德国企业在武汉安家落户,他十分关注双方在科学领域的交流,如人工智能、大数据,在医药领域的应用等。 在互动交流环节,华中科技大学青年学子就人工智能、临床医学发展、节能环保等问题同默克尔进行了交流。 德国的医学和医学院也是在世界上处于排名领先的位置,然后我也希望今后能有机会能去到德国进行一些学习和交流。 他回答咱们学生同学提出来的一些问题都非常全面,而且看到了一些我们看不到的角度,然后也有他自己站在这个高度的一些思考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。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源源对默克尔一行表示欢迎,他介绍华中科技大学与德国的友好交往远远流长。 该校同济医学院由德国医生保隆博士于1907年创立,先后与多所德国高校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。 同时,学校与德国海德堡大学、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、博士中央研究院等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务实合作,产出了大批封锁成果。 李源源表示,面向未来,学校院同德方深耕有益,进一步加强与德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友好合作。 据了解,自2000年以来,华中科技大学共培养德国籍学生近400人,每年派出数百名本校学生复得交流学习,先后派出近千名教师复得交流,引进75名曾在德国留学或工作的学者来校任教。